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16号星期六 那美国选举呢 马上就要这个还有几个月 两个月多一点就要开始了 那现在开始了 这个两个党派呢 就开始为这个选举作弊 已经开始吵起来了 这个阿拉巴马州的州务卿啊 他宣布他们州的自己的国务卿 美国不有国务卿吗 州有州务卿啊 州务卿宣布啊 在他们州发现了3251名啊 就原先被政府认定为呢 是这个合法选民的人啊 现在呢 被政府认定为实际上他们是非公民 他们没有呢 这个合法公民 但他们登记为了呢 这个阿拉巴马州的呢 登记选民啊 所以把他们的登记状态呢 更改为呢 非活跃状态 那州务卿说呢 将这个国土安全部 给他们去美国联邦政府的 国土安全部提供的 非公民身份证号码的清单 与当地选民登记数据呢 进行了交叉的比对 那识别出了呢 3251名的非公民 但这个呢 不好说 也可能是他考了公民的 忘了跟这边说 不对 他应该考了公民之后 联邦国土安全部 应该有出去才对 因为官团部认为呢 还没考公民 应该是绿卡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 被这个登记选民了啊 所以要确保到 每个人都是合格选民啊 州务卿说 将向总检察长办公室 提供的该名单 以便呢 进一步提起的刑事诉讼啊 可能对他们州来讲的话 这个是刑事罪责 要起诉他们啊 然后呢 要求这3251名选民 必须向当地登记处 提供公民身份证明 才能在呢 11月呢 去进行投票啊 反正这3251个呢 肯定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这是肯定的 他肯定是这个后来的移民 然后当然 我相信这里面 应该不会都是这个非法移民吧 有一些应该有 但咱不太清楚啊 但是反正不管怎么办吧 是这么个情况啊 那很多人呢 就非常高兴 就觉得这么做的话呢 可能就有助于呢 这个川普的当选 就能把这些呢 这个虚假的非法移民 都剔除出去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一点用都没有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这种行为 目前来讲 只有在红州有做 摇摆州都做不了 做不到 但是红州有用吗 红州没有用 他们这个州 好像登记选民有三 有三百万 好像是他们州 最后只查到三千多人来 这能影响选举吗 不可能影响选举的 而且一些呢 红州呢 你只要能干这事的 红州基本上都是选川普的 你懂我意思吗 那摇摆州都做不了 你像田纳西的选举官员啊 在今年六月份 两个月之前 就要求当地的 一万四千人提供的 公民身份的证明 就认为呢 跟这个孤独安全部提供的 这种号码清单的 进行比赛之后呢 选举的欺诈 但结果呢 他们联合起来呢 现在告田纳西州 指责田纳西州呢 说他们这个州的 选举官员呢 在恐吓选民 让选民呢 不敢的去选举 这个东西没有到 怎么叫恐吓呢 你能证明你的身份就没有 就不算可 你害怕什么呢 对 除非你没有这个 你不是美国公民 你才害怕了 对不对 这要恐吓选民嘛 但不管怎么着吧 通过这种法律诉讼之后啊 田纳西的选举官员呢 撤回了这些要求 撤回了 能够做到的 能够不怕被告的 能够不用撤回 能够真的这么做的 这些州 那肯定都是强硬的 这种红州 那做不了的 像你像田纳西 这都不能算是这 我觉得都算摇摆州了 都不好说的一个州 对不对 最后呢 都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呢 不会对选举有什么 太大的影响 这只是象征性的 只是一个心理暗示而已 然后呢 有可能就为了 就是说 万一川普要输了的话 后面肯定得闹事啊 得示威啊 得游行啊 这有个说法吗 这不就我们检查出来了 就有好多的这种选民 他们非公民 但是还怎么着呢 拿着做一个理由和借口 作为川普万一要输了之后呢 作为一个呢 就是说去游行啊 示威啊 抗议的这么一个理由吧 也只能是做这个了 真正对选举来讲 帮助不是很大 好吧 那之前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